中共治下的人權狀況令世界關注 其中對法輪功修煉群體的迫害 已經持續了20年至今未停 由獲獎華裔導演李雲祥指導 融獲多項國際大獎的紀錄片《求救信》 近日在澳大利亞首都堪培拉舉行首映 該片揭露了在中共勞教所內 對法輪功迫害的黑幕 觀眾們看後表示相當震撼 紀錄片《求救信》在澳大利亞首都的首映 讓觀眾感到震驚 不少觀眾表示 影片讓他們重新思考中國大陸的人權狀況 電影《求救信》講述了一位美國女士 在購買的萬聖節玩具中 意外發現了法輪功學員 從中國勞教所秘密傳出的求救信 引發一系列國際關注 求救信的作者孫毅 出獄後冒著生命危險秘密拍攝紀錄片 並手繪場景 高度還原了中共勞教所 對法輪功學員的殘酷迫害 前首都行政區律政廳長 大律師克萊瑞 對孫毅的勇氣表示讚賞 電影結束後的研討會上 法輪功學員介紹了在中共勞教所被迫做奴工的親身經歷 在上海女子勞教所 三大隊專門有一個車間 是做三槍牌的棉毛三褲 早上五點半左右起床 一直到晚上十點左右才會收工 然後如果需要加班的時候 甚至有的時候更晚或者是通宵再做 完成指標的話 每天才得到三塊人民幣的收入 這些產品它會被非常低廉的被生產出來 然後獲得了更高的利潤之後呢 去出口到歐美國家 電影《求救信》榮獲2019年 加拿大雄獅獎最佳編劇等多項國際大獎 還入圍了第91屆奧斯卡最佳紀錄片候選名單 新唐人記者王偉彪 澳大利亞堪培拉採訪報導 渡級寺